各位師兄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前兩天是跨年 我們都要回顧過去的一年 跟計畫展望未來 現在大家在關注的選舉過了 當然後面還會有很多選舉 但最主要的還是在 俄乌的戰爭還有疫情持續的擴散 尤其在冬天都會比春夏更嚴重 再加上我們幾年前就講這些變異株 我們的藥是跟不上的 而也看到我們講的業力的現前 業力的洗牌 幾乎全世界每個地區都洗了 每個國家也都洗了 至於業力 我們知道有工業跟別業 就像我們上禮拜在講 一個藥它要研發出來 要做很多的實驗 它也要找出共跟不共的 一個個別的因素 那麼可能還有副作用 來作為這個藥正確的使用 這是同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實際上這些不一樣的條件 就是我們的業 分長在不同的地方 這些有不同的基因或者習慣 包括飲食還有具具的條件 所受的駕馭 對身心的影響 信仰 這些都是一種共 還有個別個人的業 包括我們在講命運學 不管西洋或者我們中國 各種的命理都可以知道 一個人這一生所帶來的 他命運的傾向 甚至於可以算到 某一年某月某一日某一個時程 甚至於可以算到 這個環境的多少角度 會接引怎麼樣的因緣 這些在西洋跟我們中華文化都有 但是這些 在我們看業力洗牌這件事 經典上也告訴我們 要先燦業改過 你要認清楚自己造了怎麼樣的業 敢造這樣的因緣來 然後呢 要能夠造福 就我們講的敬業三福 就我們講的敬業三福 你要怎麼樣 看最誠心的 修正自己的習慣 想法 而且呢 你要懂得 去為他人 去為他人著想做福 才會有福啊 或者你要入經障行詞 這個福報 福德更寬廣 因為心量的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懂了敬業三福 所以我們已經懂了敬業三福 就像我們講的 二聖 他修 度盡其意的清淨心 那麼菩薩呢 他度盡眾生 因為眾生跟自己他是 平等的 他沒有分別 他都要度的 他都要度的 然後因為這樣而成佛 所以清淨 平等 絕 所以這服務也有不同的 先進化自己 忏醉自己 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修行的過程 修行的過程的逆境 或逆遠 要感恩 因為那個是 眾罪清授 是被自己消災 消夜的 但是現在的戰爭 其實有什麼生仇 其實有什麼生仇 大恨 血海生仇沒有啊 只是自己自以為是 的一種想法 運用權力 達到自己想要的 達到自己想要的 不許傷害 自己跟他人 這些 人事物 這個人包括性命 當然 這些概念 想法是一種 因啊 他一個想法 不許 殺人 當然 過程 會有 所謂的 虛虛實實的妄語 然後裡面會有 怨的這種稱 然後無名呢 然後無名呢 讓自己呢 不停地 執著下去 然後彼此 間諜戰 耳魚我詐 都想當 順利者 五毒全部具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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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樣的一個 掌權者 或者一群掌權者 或者一群掌權者 就會有工業的存在 也沒有殺父生仇 沒有啊 何況 我們中國人講 亡者以來者可追 我們又講 己所無欲勿施於人 就是一個 做人啊 的根本 的根本 但是 現在因為 末法 人心不古 所以這些 人性的 善良 的本質 往往 都被 貪政師 寄慢 所遮蔽 所以 人跟人之間呢 懷疑不信任 鬥爭堅固 而現在的 戰爭不是只有 這個 武器軍事 而是 全面的 本來地球村 是一個全球化的概念 好不容易 我們有個聯合國 像我們這個身體 它就是一個 全球化的概念 我們有五張六幅 我們有神經 淋巴 血液的系統 就像供應鏈一樣 但是 如果 我們的五張 不合作 甚至於 鬥爭 缺斷 封閉 那就要另外找出路 這個身體 洗牌以後重組 是很痛苦的 是需要時間的 這個地球村 是會分裂的 而且 將來的 維護的力量 是四倍而公半 可能只因為一些 溝通不良 或者理念不同 而無法共存 而實際上 有一些國家是民族大榮辱啊 它本身就是以 這樣的理念 那有些國家 還有它個別的 想法 兼顧的文化 當執著的時候 當執著的時候 再好就變成不好 因為你沒有包容性 所以 一個團體 或者說 人跟人之間 可能因為 學業工作 或者婚姻 你必要組成一個家庭 或者一個 一個單位的時候 然後 就必須有所 磨合 就我們講的 溝通協調 然後呢 可能透過少數 服從多數 又去 照顧少數 這樣的 把筷子拉長的方式 來運作 這些所要改變的 是大家都要 那麼其實最困難的 當每一個人同意 改變自己 修自己的信念的時候 那麼 要改變別人 就很容易 因為大家都願意 改變自己 最大的敵人先 願意改的時候 大家都願意的時候 就是天堂 因為你比較 花很多時間 去溝通協調 因為大家都願意 調整 為了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做改變 我們講為了眾生 所以 其實不難 如果我們每年的檢討 都有這樣的概念 做基礎 那麼 這個團體呢 它是 持續改善的 可是 現在 很難 因為大家都 都真的兼顧 都執著於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理想 不惜 死傷一片 這些 這些 就是沒有因果概念 他不知道 所做的一切 都要回到自己身上 都要還的 那麼 對我們 學佛來說 我們講到現在呢 就知道 學佛就是學 釋迦牟尼佛 他的身與意 所以要從佛法 這個法寶呢 去深入 當然 三藏社會部經典 我們 這一輩子是 可以說是 讀不完啦 研究不完的 所以我們可能先 粗略了解 然後選擇一門深入 就像你最後 你上了大學 要找一個科系呢 去完成這個學習 但是你的基礎 共同科目 那是要的 這就是我們講的 學佛 那麼 也有一部分人 他是佛學 也就是 他走的路線是 學院派 因為他可能要用 這個方式 來展現他的願力 研究型的 那麼 就要拿捏好 自己內修的功夫 還有一種 他是 他是 宗教派的 他是把 神教 跟佛教沒有分清楚 以為 是來 求平安 求發財 求神通 求一個方法 沒有分清楚 佛教跟其他的 這個神道 所以其實分 這些不同的 根氣因緣 雖然有的 表面上進了佛門 但是 他沒辦法解脫的 沒有正知見 有的話 有的話 也把它當成一種 學問 或者他沒有想要改 他原來的 例如說他本來只有神通 其實那很多都是 靈通 他也沒有想要改 他原來所學的 記得的一些 他沒有想要放 所以他會變成 是不像 因為 他個人的好惡 所以得了一點成就 他執著在那裡 他想把佛法跟他合用 其實佛法 不是排斥 是以 要先知己明星見性 為主軸 因為你要利益眾生 你可能需要一些 五明學 你要陰明 你要一方明 你這樣 有方便可以去行菩薩道 那麼這些 也是因為自己的心清淨 很多呢 我們自己呢 過去生 所接觸過的 它會開血 而不是呢 自己又有一個 無形的 菩薩的老師 去相信這些 這很危險 有些是要利用這些無形界 達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這個更危險 所以我們講 心外求法是一無是處 對 這個心 萬法本來具足 向佛陀 從道 在定中 我講了華言經 我一直講啊 沒有跟誰學啊 但是他當下 他可以去十方的佛土 跟諸佛 的因緣 同時存在 他可以去聽法 也可以去利益眾生 因為時空 是當下 另外大小 也無分別 也是當下 因為他的五臟六腑 是一體的 系統是一體的 不管什麼 維次啊 時空啊 沒有主播的 因為他五運皆空啊 只剩下運光啊 也就是五日的光明啊 所以 我們就明白 心生萬法 這個生就是說 用這個字啊 因為一切萬法 本來具足 不是做筆記 那只是一個階段 不是做筆記 我們常常讀這個文書的大院 所以 我們常常讀這個文書的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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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讀這個文書 在他兩次生病 因為他拜了三年 三步一拜 兩次生病 這個乞丐都來幫他 到山上 問這個人 沒有人認識 後來有人就跟他講 那是文書菩薩的視線 所以佛 他不會覺得自己是佛 他視線的是菩薩 他確實也會依照 文書的大院 該以什麼樣的 身形 視線 就用這個身形視線 去利益一切的友情 根據大家知道有些觸道 他也很有靈性 因為我們看這些觸道 我們會覺得靈性 其實有些可能是 成願再來的 他可能過去的修行 還有不圓滿 還該還的 他視線成觸道 他可能作為鳥 他會唸佛 他可能作為牛 或作為狗 他會拜佛 讓大家升起了 對三寶的信心 我們 出道了 都知道了 要理佛 那有些觸道 也會報恩啊 演給我們看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 心佛眾生 他是 一樣的都有佛性 接近如來的智慧 他的德性 你沒向自心修 你心外去忙著這些事情 一個疫情來 不管你是 哪方面的高手 教授 或者是科學家 一樣 要買單的 要 算你的功過的 我有業了 這一生 所以 回顧過去的一年 我們 可以從這裡 越來越 因為我們 講經說法的進度 越來越看清楚 越力洗牌 才剛開始 就會越看越清楚 像過年 或者元旦 或者聖誕節 這個 人的移動 會造成 疫情 越來越嚴重 像現在歐美 就嚴重起來了 那元旦這個日本一定是也嚴重嘛 那接近春節 這個漢人的部分 這個漢人的部分 一定更嚴重 甚至於現在 大家呢都喜歡出國去玩 已經打破區域性的過年了 因為都有假期 所以 這個地球春 就會越來越嚴重 一波 兩波 三波 那 這些也很難避免 所以讓我們說 盡量的防護 那畢竟呢 現在的 這個 變異株 也還在變異 因為這有業力的 不同 有些國家 它是上呼吸道 有些國家 它直接進去下呼吸道 有些國家地區 它會發燒 有些不會 有些會 變成腹瀉 那 這當中當然 你要去分析它的不同 在科學上也是可以分析的 所以我們講一個 藥物的 實驗跟業力的 分析其實是一樣的 它的原理原則 就是它有差異性 然後裡面有共同性 它怎麼樣去弄清楚 可是這個變異的速度 太快了 每個地區又不一樣 你除了用業力來解釋 因為你不可抗 每個省可能就不一樣 或台灣來講 台灣的北部跟南部 又不一樣 像有一次的爆發是因為某一種行業 比如說在機場 那就是這一種的 在這個地方爆開 然後它又回到個人的住家 有些沒事有些有事 有些有事 或者有事的 有的能活 有的就往生了 那有的活了很好 有的就有後遺症 所以這些是有共同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而它是不可抗的 也就是你跑不掉的 也就是你跑不掉了 那唯有願力 這個願不是說我們法願 是依教奉行的佛菩薩的願力 可以轉掉 眾生呢 空越別越 因為 我們 跟佛菩薩 同一個願 我們等於就是在 學佛菩薩 這就是感跟印 我們願意 印 相應的 佛有感 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 如來他可以知道看到 你自己沒有願意的時候 老實去做的時候 是不會有感應的 因為不相應 只是想要利用養葬 佛菩薩的功德 威德 而自己不願意配合 那就是求不得 因為都是講假的 唸經 唸經唸啊 好像是真的 唸完了 有的根本不唸 有的發願說我要唸十遍二十遍 唸一兩遍 就算了 所以那不是真心 那個都是假的 一十遍 一十遍 那只會讓自己呢 圓壞掉 就像我們啊 那 在法官面前 在因果面前 我們 感覺犯後態度很好 但是實際上呢 改沒兩個月 又跑去犯罪了 這個一定加重其刑 所以學佛也一樣 不進則退 其實學什麼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講天助自助 天助是一定的 老天爺一定幫助 願意按照天理去行使的人 因為相應嘛 我們說的感應嘛 但是你不照天理 老天爺也沒辦法幫你啊 所以這種就是在講 你呢 一切啊就是自己在 為自己的因果負責 所以我們 要明白 這些真理法則 這不是誰規定的 本來就是這樣 你五臟六腑 不照自己的本分做 你將來一定從自己這個地方呢 先壞掉 例如說 我們貪真是忌慢 或者我們講 這個我們的習氣 會影響我們身體的狀況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生氣啊影響我們的肝啊 然後你狂喜呢影響我們的心啊 這些 情緒 跟我們身心都是相連的 所以你沒有一個定力 是不會有智慧 而且會把自己身心搞得很疲憊 那有的人很喜歡懷疑 最後就進精神科 因為他進入那個 因為他進入那個 幻境 我們講疑心病 因為上天八個講到 胡疑啊 這也是這個 五毒啊之一 五魔君之一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呢 我們自己的狀況 還有現在月曆洗牌的狀況 然後我們呢 利用了 共修 行使這個願行 可是 這個呢 要特別的 真切 因為現在 大家看到這個力量是全球性的 就像烏克蘭的戰爭 它是有槍炮飛彈看得到的戰場 而我們 所處的戰場 不一定是 只有 槍炮飛彈 因為業力 往往是 看不到的 可是它就會有反作用力 所以發心 要堅固 這就是最好的金剛盔甲 不是 你有什麼咒 有什麼手印 那些如果 你是用一個 虛假的心 一下就破了 因為自己呢 沒有真的空性 本身就是凡夫 那麼 要仰葬佛力 對佛又沒有恭敬性 沒有信心 就是求不得 因為不相應 所以佛度有緣了 這個原生原淺 其實是看我們 是看我們 我們每一年的回顧 會跟著我們的 這個 講經說法禪修 會越能夠明白 來 經典呢 所說的 我們怎麼樣來 在現今的事局呢 來起觀照 來講為道用 好 好 我們呢 來繼續講金剛經 我們合掌 南無本師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如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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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聖身為妙法 不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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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見聞得受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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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解如來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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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 呼吸一下上個禮拜講的 上個禮拜 講到《金剛經》 這個有 不可思議 不可稱量的無邊功德 這次佛陀 不停地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用我們的思維 去理解《金剛經》的功德 也無法用討論的語言去訴說 因為《金剛經》 是如來呢 為發大聖者所說的 為發最上聖者所說的 也就是說 你要學菩薩 你要學佛 那麼 所說的這個《金剛經》 如果有人能夠受持獨誦 甚至於廣衛人說 那麼如來 他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看到這個人 並且這個人 他將來會成就 不可量不可稱 無有邊不可思議的功德 因為 他發的心是大聖 是最上聖 這個心 以四宏寺院來講 都是無量的 而且不可思議是 我們人類 以三維次 四維次 的想法之間 跟我們的 六根層次 無法 穿透 一切的維次 所以你怎麼講 你怎麼想 都是不圓滿 都是無法達到 這個理解的層次 那麼 你這樣持續去行使 這個數量性 而且你 不走一切相 不管是在 二宋菩薩 你都不走 那麼這樣的人呢 他就在講 他可以荷蘭如來 這個假野 也是講啊 無上正等正絕 這個菩提 為什麼呢 佛陀就跟徐菩提講 如果呢 你是浩耀呢 二宋的小法 你等於呢 還是為自己而修 或許表面上看不出來 好像你也是呢 在學佛 或者在大宋的道場 但是你的心量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 你學了一段時間 還都是我我我 最在意的還是自己的權益 自己受到什麼樣的 因緣 所以你那個我見 人見 眾生見受者見 會讓自己呢 沒辦法聽受讀誦 為人解說 因為你滿心 都以自主為中心 跟這個法不會相應 因為自己的心的道場 就那麼一點大 你要修的那一塊 所穿的 就是滿足自己的 欲望成就感 所以你聽到這個經典 內心就是 最多是做筆記 就是把它當來上課 但是你沒辦法響應 因為體性上 沒辦法 這就是在講 前面我們說 你要發心 你這個心 就算還沒有真切 你發心 然後呢 啟動一覺奉行 然後你的世界呢 會隨著你的量子 你的心波 你很波 而成這個世界的體性 像華安金講 因官法界信一切為心造 你的法界是你的心所造 你如果一個人 心量小 你的法界就是 到處都是你的敵人 因為不會有一個人 完全順你的意 然後你怎麼看 都是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每一個人 你都不會滿意 所以 我們講文文傑居士 他說的 你要得到淨土 你的心要先清淨 那麼你淨土就會 視線 所以我們在 修禪定的時候 也是一樣 你身都靜不下來 你說心要靜下來 很難 東摸摸西摸摸 東看看西看看 這個人是 心靜不下來的 那個靜 都靜不下來 就不會是淨土那個靜 因為他呢 因為他呢 都在 就跟那個樹一樣 都在搖動 所以他的法 都是要去學 而自信的智慧 就很難開顯 所以啊 我們講 五十三餐 你做什麼工作 你只要呢 明白 因無所助而生息心 他都可以是佛法 你可以從 無分別心裡面 我們講的平等 而且你騎腳踏車 你都不黏的時候 你可以進入十項 因為你不黏 它就是一 你去分別 你是眾生 你是佛 那用你去分別的時候 你永遠呢 是實法界 所以我們講一佛聖 你不明白的意思是什麼 你就不會見到真心 當然就是要到自己呢 去實修實證 而不是 黏在世間的一些之間 甚至於法都不能黏 你今天黏照這個法 你也沒辦法 真的開顯自信 所以有些世間法 你學學就好 不要順路 包括整部大藏經 你那清朝的讀完了 跑去讀藏地的 我也跑去讀印度的大藏經 半文的 那麼 你這些讀完都已經 七老八死 忘光了 你會變成一個博士 或者我們講的看部 很有學士 也可以領眾 這麼一個很好的老師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極具符慧功德 可是在實修的上面 在心性的開顯 你反而沒辦法像六祖慧能那樣 他把自己呢 本來就內心是空的 一個晚上的說法 五祖呢 印證他 讓他呢 整個開顯 而那個境界呢 五祖清楚地知道 那個就是華藏世界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所以這些 你要印心的經 不管是人切經 或者是這個 金剛經 都在於自己 讓自己的心 去相應 所以啊 先發一個心 你來解釋 這些事間 或處事間 你所能理解的就不一樣 就像一個小學生 一個中學生 一個大學生 一個博士生 他在看 我們講外面那條路好了 他的看法不一樣 小學生的看法 中學生的看法 他 他所理解的道理不一樣 他的詮釋 就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發了對上身心 你的詮釋 因為呢 你希望眾生都一起成佛 或者呢 你是為了眾生 也希望自己成佛 都是眾生擺前面 那不一樣 所以有在講大聖 也有講全教跟實教 那麼 就是講你到了怎麼樣的 層次的 這個菩薩 當然金剛經已經講到 中道的第一地 就是在講我們所說的 頓教 就是在講我們的印心 密通原教 所以啊 一個實教菩薩呢 他可以因為呢 修了這個金剛經呢 能夠落實 他的這個菩薩道 他能夠顯現呢 他心清淨的法性 所以佛就講啊 如果有人能夠啊 受詞讀宋 管會人說 就要知道這個人 他的成就 是遲早的 而且是不可稱量 是無量無邊的功德 這鼓勵我們呢 要如法的 不要選擇性的 去受詞讀宋 私利利他 去行菩薩道 絕有情 那麼如來呢 因為你感應道教 他會護我們 讓我們呢 得到加持 三力 身與意的相應 就得到呢 三力的加持 功德力 如來加持力 以及法界力 因為相應固 三密的相應 得到三力的加持 所以這些呢 職修的過程 不但自己呢 能夠明心見性 你還可以廣力呢 引導一切的眾生 讓眾生呢 也能夠 成佛 因為我們在講 剝落空中 就是 佛母 所謂的母 就我們講的 母愛 她是無所求 她是欲母則強 她是不為自己 知道嗎 把我放空掉 這個無私無我的 那麼父親所扮演的 她的特質就是 她要去用種種的方便 跟社會結緣 她用她的悲 行願 然後呢 在 裡面呢 去行持呢 一生的智慧 所以其實 這兩個是一的 也就是說 內心是因無所住 像佛母一樣 像我們儒母的 把我呢 奉承煞 那麼你要去行菩薩大 就要像父親一樣 去外面工作賺錢 那麼各行各業 三教九流 你要都能夠呢 結一個緣 像溫住菩薩 然後呢 去增長智慧 那麼 內心呢 就是像 妙音 天母 是像母親一樣的 無所求 那麼 這樣子 你就能夠明白 日記也是父母所生 而講為道用 就是你要具有母親的特質 跟父親的特質 那麼 就能夠呢 打破這種 男女像 因為本身 這是一個方便 就像每一個文字 你在這裡 著這個文字像的時候 除了外面的像 著了 還有一個就是你自己 內心的 所執障 你認為 這個字代表什麼意義 但是當你見性的時候 這些名言 這些名相 既然有說法 就有無說法 就有無說法 當一的時候 有什麼法可以說 沒有法可以說 還有什麼法可以說 沒有 你說給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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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人有五讀 最少就有五種法可以說 所以 本來無一物 是人去惹塵 然後變成我們所有的眾生 所以呢 就在講 你能夠 你能夠呢 行此 讀誦 為人說金剛經 就等於是 去佛會命 傳播佛種 引導眾生 成佛 所以是賀丹如來的 阿諾多羅三秒三不提 就等於說 你把家裡的 父母的事業 你能夠接下來 接班人 或者接棒 挑起這個責任 那麼 立身為事業 弘法為家務 因為我們是佛弟子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學佛 佛就是弘法立身 不是 把他當學問而已 也不是 把他當神明 認為說有求必應 這種信徒 是要求自己能夠自立 然後立他 所以對佛法一定要有信心 而且要發願 否則 佛命 你進來就空手而回 那 就失去他的意義 那麼 又講這個要小法者 你呢 執著這些事項 事件 見 代表的是我見的意思 就是說 我的見地 我認為 自以為是的部分 那麼 左我相是 因為呢 你看到這些相 我見是 你自以為是的見地之見 你又有 左外相 又有自己的見地 就 卡在這裡 只為自己 不為他人 所以在法上面 比較大聖法 沒興趣 不想聽 或者把它當學問 將來跟人家聊天可以用 真的沒有意義 你叫他去 為眾生 弘法 像文柱菩薩那樣 他會怕 他怕自己又掉下去 他會怕跟眾生又結這些緣 然後 他會覺得 這個呢 他這樣就已經很好了 很了不起了 甚至於他會呢 這個 毀謗 其他的 佛法 那如果他有神通 那更糟糕 所以佛陀 很要求 弟子 不可以入涅槃 也不可以 用這些神通 所以 當時法華經 就有阿羅漢離開 因為他覺得 他已經成就 他有點 傲慢 他不願意聽 所以他當然也不願 不能為別人講 那麼這樣大家就明白 金剛經的出聖 那麼我們有講到說 金剛經所在的地方 就像是 射立塔 它是佛的法身射立 那麼大家就應該去 這個 包括 一切世間 天人阿修羅 都應該要去 供養 然後呢 要知道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塔 然後你要去 這個 繞塔 或者你要供花 那麼天女呢 就會供香花 這邊撒花 供敬 這個波羅波羅蜜 因為 三世諸佛都是 以波羅波羅蜜 得阿諾多羅 三秒三不提 也就是因為 金剛經這個法身射立塔 而成就無上正等正確 所以當下 這部經呢 就是佛塔 因為祖佛都是 這樣的 這個 波羅波羅蜜 修成佛 所以啊 其實 不只 波羅波羅蜜 這個 金剛經 聽經文法 本來就要用恭敬信 以前 波羅蜜聽經文法 全程都是貴的 因為 不容易昏沉 而且不容易散漫 那麼 所以他 宴成呢 說法第一 因為他能夠呢 心誠則靈啦 就是他心非常的沉 清淨 然後呢 他能夠呢 內化 他不是只有外表 也不會用意念呢 在那邊過濾 他完全信受 不會有第二念 所以對於佛所說的法 或者說這個經典法寶 就是要有這一份心 上禮拜有講到 金剛經可以呢 行進業障 我們剛剛也講過 像現在 這個業力洗牌 金剛經就是一個 很好的 進出業障的這個 經典 金剛寶燦 或者其他的 三面水燦 大碑燦 鑰塑燦 地藏寶燦 這些都可以 先要承認自己的不圓滿 而且願意尊重 這個因果 不要再去造這個業因 把它停止掉 你還有可以 把這個不好的事情 講回盜用 像有一個 這個師兄 它周圍全部都是羊 然後自己呢 也很小心 後來發現自己身體不太對 開始要發燒的感覺 或者是要開始咳嗽 甚至於開始感覺有痰 他就拼命地 這個刮痧 然後呢 又好一點 然後又吃點中藥 又好一點 後來發現他好像壓不住了 那我就勸他呢 送地藏金 然後他就送 只送一步 因為還要工作 送金的過程呢 第一個就是眼睛花掉 忽然間糊掉 然後呢 他說 身體呢 又忽冷忽熱 然後送完了一步 隔天起來 就發現說 好了 那我就跟他說 這就是業力洗牌 你自己 親近自己的業障 因為他也 雖然呢 人不是在台灣 但他也很發心 去讓一些朋友 一些佛友 能夠呢 能夠呢 來我們這邊點燈 這個寫報名 根據呢 放生 所以 這些 我們講的 誦經 禁業障 其實發生的太多了 這只是呢 剛好昨天發生的事 就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你所做的一切 不管善惡 絕不堂冤 那麼禁業障呢 人都有 不要覺得呢 有什麼 好像就是 沒面子 人都不圓滿 很不圓滿 所以這一段是在講 善男子善女人 你受詞讀誦此經 如果你被人家傾見 那麼這個人呢 也就是受詞讀誦的這個人呢 你先世的罪業呢 本來應該墮入惡道 那麼 因為你今生受了這個逆緣 被人家傾見 這個緣故呢 所以你先世的罪業也就消滅 然後呢 未來也可以呢 得到阿諾多羅330 也就是說你持這個經 一門深入 可以消業障 這個經的 它的功德 那麼這裡講的為人清見 就是被侮辱的意思 碰到逆境你不要退轉 不要退到 不要人家呢 講你兩句 或許講說的人都忘了 或者他無心 或者有心有意 你忍入都不忍 然後你退轉 或者跟他對抗 或者懷恨在心 只是中了人家的忌 或者說 自己太愛自己 那麼你不但得不到人家的尊重 反而你又解了惡的因緣 更不要講 你要修平等心 沒有啦 因為你起來 這種我 的這種毒 五毒就會起來 那麼生與意就會 結罪造惡業 那麼我們說這個惡業 有講到三界之內的有為 跟三界之外的無為業 那麼這地方講的 我所說的罪業就是講惡業 當然在欲界裡面 就是善惡 還有無際 但是你這個善惡都有 報的都有果報 當然你如果真正碰到金剛經 你又發心壽詞讀宋 那麼這次善的因緣進來 那麼你 眾罪輕壽 因為被人家 這個侮辱 那麼你這個月就消了 因為月還沒有成熟 你還有機會呢 消夜 成熟就來不及了 那麼大家瞭解金剛經不可思議的功德 所以 人家要嫉妒你 障礙你 欺負你 毀謗你 壓迫你 罵你 打你 霸凌你 誤會你 背叛你 身心傷害你 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還是很不舒服 就唸金剛經 或者呢 這個有時間就拜 或者你要輔導 因為你覺得自己 感覺像在地獄的時候 那你就加 送地獎經 加拜地獎經 可以啊 這樣子呢 你就明白 什麼叫做 消夜障 自己去體會一下 當然如果 有違反一些戒律 還是要發露 因為自己過去一定也是 誤會人家很多 或者欺貪人家很多 一定會感到這個業力 還有就是 如果 自己 你還記得的 一些因果 你就針對這些因果去 但是有些事過去生 你已經忘了 就真的要靠經典 因為我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自己 哪邊 有做過剛剛講的這些 這些我們所受到的 這些 忍辱的這些境界 逆境的境界 這樣大家都明白 不要怕被人家情見 因為我們受持這個金剛經 有了這個修普利道的這個金剛經的行詞 有了這個因將來就會結一個普利果 那何樂不為呢 他等於是你的善知識 他消災我們 就像提佛達多 也是佛所說 也是佛修忍入這一度的善知識 所以佛並沒有覺得他侮辱他 並沒有 反而 感謝呢 有一個對勁呢 來呢 讓自己呢 在修煉自己的這個 心性 沒有動搖 因為我們知道一的時候 心性的時候 就像朗朗晴空 天空是沒有動的 天空是清淨的 不管你刮風下雨 這個天呢 是清淨的 沒有動的 所以一念的清淨心 能夠讓我們 心裡安穩 一切的靜 我們都不動 不退轉 沒有情緒 那麼 你這樣來學金剛經就對了 講到哪裡跟到哪裡做到哪裡 像現在我們講到這裡 就要懂到這裡跟到這裡 那麼就能夠知道 你罪 能夠被消了 然後福德 金剛經的福德 功德 大家也知道 這個就是 征服消罪 大家如果沒有 因緣不會遇到金剛經 過去一定有很好的因緣 那麼在末法 佛爺講了 金剛經其實是 末法很適合的經 你只要信心不退 我們將來有機會 我們將來有機會 拿一段 一小段 為人家解說 這個更好 更可以立身弘法 你自己立它 你可能還沒有證得空性 那麼你盡量 往無為的福 也就是三人體性空 去修 你在講法的時候 也盡量用空性去講 那麼未來就會 往阿諾多羅 善美爾 善不提 這個方向走 所以啊 雖然我們現在還是沒辦法 但是 起碼要學著 把我空掉 把對境空掉 把你中間的 講進說法 或者你行善 這個善 空掉 那麼 你整個人生就會正轉 而且呢 而且呢 會有我們剛剛所說的 跟佛菩薩感應道交 讓大家更明白 怎麼樣 中間來跟自己呢 這些境界呢 來運 這個運用 千萬不要呢 退展往事撫離心 也不要覺得自己是什麼 功德主 在計量 金錢啊 或者這個財物 這樣子呢 就變成有為了 這就很有限 這個福報就變成很有限 因為前面我們講很多不重複了 那麼至於說你要廣位的人說 你不用刻意 有因緣就講 日志然然就講 其實佛在講經呢 不會刻意 多半是有人 請法 像金光經呢 也是有兩位呢 請我講 本來是 沒有要這麼快講 因為要講這個空性 要能夠轉這些妄念 沒有那麼簡單 那就提早來講 我們繼續講 這個 上禮拜有講 徐伏提 佛陀根 徐伏提講 徐伏提 佛那念過去 無量阿正奇節 在蘭登佛以前 他得指 就是八萬四千萬億 那由他也是億 諸佛 他都親自地供養成事 沒有空過者 也就是 他發了這個願 都去成事他 供養他 供養這個佛 那麼就講了 如果有人 佛附有人 於後世中 能夠受持讀宋史經 所得的功德 比我所供養諸佛的功德 百分不幾一 千萬億分 乃至算術批育所不能及 佛供養成事 這麼多過去佛 沒有空過 那麼 那麼 如果有人 好好的落實 金剛經 功德不能比啊 功德 金剛經 諸佛 成佛的因 當然不能比 這樣大家慢慢就明白 不是說我們在 讚揚金剛經 不是 是他確實 無量無變 諸佛又繼續廣利有行 不停的一直在轉法輪 一直在利益眾生 怎麼比 所以大家就能夠明白 當你成佛 因無所住 又不停的在利益眾生 那個是 騙盡虛空法界 不可說不可說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就像前面佛講的 善男子善女人用七把布施 用自己的生命布施的功德 也一樣沒辦法比你啊 都一樣 因為大家還是有在因地修行嘛 所以還是沒有正物空性 用這個 從有為開始來做 從智力開始來做 這樣子供養 這個都比不過金剛經 它的形式 何況你要去廣衛人說 那這已經是不可思議 當然我們也知道 你廣衛人說是要 為了立他 並不是為了明文立養 那是不可以的 也不是說 你獎金就是照說文解字 那樣子呢 也是呢 等於說對自己來講 或許有點幫助 但是你今天你 如果有 如果有 你的這個 弟子或學生 要來問你的時候 你自己 沒有實修 你 你怎麼辦呢 所以呢 這個金剛經 這個金剛經 如果佛他 具體 也就是完整 完全的呢 具足的呢 說這個功德 或許有人一聽啊 狂亂啊 懷疑啊 不信啊 那麼 要了解 這個金剛經啊 它是呢 它的毅禮啊 不可思議啊 不可 不可 心思言意啊 好 那麼 你 這個 依照這個毅禮 你去實修 所得的果報 也是不可思議的 也就是你依教奉行 那麼這個佛醫啊 因為我們講的鬼心 疑心 它是一種病 疑心病 所以說到最後 可能要看精神課 因為他的情緒 是負面的 那當然人家就會 遠離他嘛 因為 你 跟他一定是絕二元 這個人都是負面的情緒 所以包括他的 善緣也跑光了 然後我們一般醫學 就是啊 這個人就是抑鬱症 其實他就是 夜裡現前 障礙 他的人生啊 那麼 我們學佛就是要 信願行嘛 你要信你才願意深入嘛 才願意說 去行持嘛 你才有可能會正果 那這過程 你又不能黏 那就是怎麼樣呢 不停的大破大立 當然過程 你只要完全相信佛 那就對了 過程一定會有 逆境的 不可能沒有 剛剛講的 被人家怎樣啦 威脅啦 或者講是非啦 惡口啦 都有可能啊 親見孩子是最小的 最小的 這些都不能退轉 相反的 真的要感恩這個人 讓我們知道 我們到底能不能跨越我 像有些人呢 被污蔑 被看在報章雜誌 或者被貼了公告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自己的心 有沒有動搖 那你沒有動搖 你才會有智慧 你如果動搖 你沒有辦法跨越 但是自己還是必須 例如說去詮釋 去解釋 因為有很多是 我們說尤其這個選舉前後 都是惡意的在抹黑 就弄一些圈套啦 這個傷害對方嘛 因為人家也是 有些純粹嫉妒 見不得別人好 都有 這些鬥爭堅固 那麼自己呢 不懂因果 將來都要還的 尤其你 把大家的視聽 誤解了 這個真的 很難還啦 就像我們講 你今天 不思 持戒忍入 你代表你不思 你可以放得下 你錢財可以跨越 你持戒也代表你有在修心 但是他考你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一二第三年級 叫忍入 他會從忍入來考你 你只要忍入這一關跨過去 你後面才會講精進 你就會精進 因為已經擋不住你了 前面這三個都很難擋 第一個你要不思 你既的利益全部要放掉 你要把我全部放掉 你要跨越明文立揚 第二個持戒 就是你要懂得因果才有辦法持 你要入經障 然後你對於戒律 尤其到最後的菩薩戒 你的心的這個 起心動念 你要讓它過濾 要平管 第三個就是你即使這樣子修 你不退菩提 後面來一個忍入 就告訴你這些境界 會不會讓你退轉 會不會讓你心動 退失 你能夠忍過去的時候 然後後面你波雲見日 就開始精進 然後智慧 然後菠蘿 它有這種權重的因果 就是它會這樣一關一關果 我們繼續講 究竟無我 耳時 修不提百佛言 世尊 三男子善女人 發阿諾多羅三秒三不心 雲和陰柱 雲和降伏起心 這裡就講到 鄭宗芬的第三大科 要究竟降伏起修 那麼究竟降伏 講的就是究竟無我的究竟 這個究竟是完完全全的降伏了自己的妄想 那麼你完全能夠安住了自己的真心 前面講的 所理解的 第十七分之前的 這些道理 你都認識了 但是還是凡夫一個 你知道道理以後 你還要再起修 你才能夠理事圓融 你的真心才能夠降伏 然後這個點 你還要在你悟 也就是你思維這個道理以後 你要去落實它 你要修自己的 佛性自性 心性法性 那這些萬法不離自心 你從外面的佛法到自心的 心中的法性 你就會相應 所以全修在性 在於我們性 這個性跟大家解釋 我們講水 水 它可以是水蒸氣 可以是冰塊 它 講它的人數 我們講H2O 它有固體 液體 氣體 它可以冰塊 冰山 流動或停止 它有種種不同的展現 但是它的性就是水 或者講我們講黃金 它可以做金身 可以做項鍊 也可以做金塊 金條 它本來是金礦 那麼你怎麼去冰煉 那我們這個水也一樣 你怎麼去淨化 我們知道有一個好像一個日本的博士 他在講水 它其實也有靈性 我們就明白 萬物都在說法 你今天草木有草木神 石頭有石頭的靈性 所以靈界是弄不完的 如果你在外面呢 這些我們講的 我們有實體跟虛的 你虛實之間呢 本來就是一 所以 菩薩不入聖身的禪定 它在虛實裡面 不入三界不出三界 虛實也一樣 這個是要去實修 所以從開悟以後呢 你還要去修 那麼你要先把道理看清楚了 你就不會迷路 我們一般講呢 要過三關 就是講破本餐出關 再破二關重關 再破三關 叫做末後勞關 所以我們講破本餐 你先了解了 誤到佛的本性 誤到自己的謬目 這就是第一關 然後呢佛性你明白了 開悟了 開始實修 你準備過第二關 那麼第二關 你才有可能繼續大破大力下去 所以要講修行 不是說下修盲念 就是你要先開悟了那個才是真的修 不是說你一天到了很用功那樣叫修 你本身沒辦法跟法性相應 所以儀鬼它前面有佛力心 數量心跟所有的光空 什麼叫光空 你都沒有的話它只是結緣 你可以先勳修 仰仗佛力 但是起碼自己要還是要往剝落道去走 要不然你沒有開悟一直修 很可能都變成外道 因為你以為這個就是在修行 其實可能錯了 或者是說你根本還沒到 你以為成就 但是跟五十英一樣 你又黏在這個地方 你很滿足了 你以為你這樣就很好很滿足了 我人生這樣就幸福美滿了 那就對不起 你後面可能要淪落三二道 因為你萬一 你又以盲倒盲 那瞎修盲念 那墮路外大 都要緩的 所以要先從理上面去悟 再去實修 那麼金剛經呢 從前面開始之前 先教我們一文解字 你先了解這些文字 讓我們升起信心 一直講到第八分 再從第九分開始 它是推廣詳著 叫我們理解以後 然後你要開解 要進入深深的義去 一直在講到第十六分 現在開始講十七分開始 就是在講怎麼樣要起修 那麼起修它不是一般的起修 而是你在升解義去 你要先升解義去 了悟了 思維了這個理以後的實修 那麼到最後的二十三分 都在實修 再下去就是講正果 所以它還是一樣 信解行政 或者講根道果 就是這樣的次第下來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文師修 那麼 這裡 就 也談到當機重問祥祝 當機就是講這個虛負題 因為它 因為它又在問兩個問題 雲何降伏其心 雲何安住其心 都是在講心的問題 然後如來原問發明 原問就是講 照著他問的問題 來答覆 關於降心跟住心 這個要讓它明白 那麼這個明白 是因為它跟前面第二分講的 問題都一樣 但是深淺不一樣 因為這裡講的善男子善女人 講的是開悟了 那麼前面講的是凡夫 是講發心的善男子善女人 現在是講發了心 然後開悟了 真結意趣的善男子善女人 你要怎麼樣 降伏心 安住其心 這是不一樣的層次 那麼當然我們發心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但是你還要繼續要發修行的心 不是只有發心 你真結了這些意趣以後 你要修行 這個禮你過關 你還沒有正 要正無上正等正絕 這個果的時候 你就要實修 那麼你這個實修 你要怎麼住 怎麼降伏 這裡就是在講這個 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持聰 亞馬尼佛行舟 我們先講到這裡 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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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尼 摩尼 巴摩尼 释迦摩尼 所 我们再唱颂弥陀心座 阿摩尼 我就 阿摩尼 我就 阿迷 摩尼 我就 阿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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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唱頌 藥師佛心奏 奮悲癥喋 藥師佛鴻觸癥 potassi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友情闻此奏音 敬夜积福 心敬国主敬 敬土献前 教师佛放光 让一切友情 吉祥安乐 一切行者 得以护佑直至成佛 罪业消除 嗡 嗡 嗡 慢慢将光明收回身心 慢慢出丁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禅修到这个地方圆满 阿弥陀佛